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一次来到了重庆沙平坝公园的宏卫兵墓 当时这一片是皇帝 没得了墨碑 更没得了围墙 就是这一片是最早卖人的地方 就这一片 你们是怎样被压过来的 当时他们把我蒙起眼睛 后面压去 前面买了 哪一个人把手掏去 前去走散 你不知道会把你压到哪去 不知道 在红维兵墓的死难者中 没有和凯泰的亲人 也没有他的朋友 但这片墓园 却掩埋着一段 他数十年来都不敢触碰 淋漓着鲜血 弥漫着太多死亡的记忆 四十年前 作为一名战俘 在这里 他曾亲手掩埋了 数十个文革武斗的罹难者 1967年9月的一个深夜 一辆解放牌汽车 由重庆大学及时而出 来到了一片荒芜的红维兵墓 汽车停稳后 几个鹤枪实弹的武装人员 从车上压下了两个被绑着双手 蒙着眼睛的年轻人 何开泰就是记忆中的一个 那一年他22岁 当时都是晚上 他们的人呢 就把棺材探去 我们呢都是蒙起眼睛 我们拿起水道过来 过来过后 到了墨地 再把我们眼睛解开 解开了 就让我们挖 挖坑 挖坑挖好 他们把棺材下掌 那个时候 他们就要遇行下掌历史 敏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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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过来 把他枪毙了 一哈 就哈买了算了 好 站在二十一 站在二十一 站在坑林前面 站在坑林前面 我就听到他们拿枪算的声音 子弹上场的声音 只有眼睛一笔 其枉 枪口下和开台静静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没有恐惧 更没有英勇就义的壮烈 一切都恍如一梦 红旗 迎风 销 歌声 镇四海 同庆的当权派很快被打倒 但不久 造反派又分裂为势不两立的815和反到底两大派 双方从相互辩论 拳脚相向 很快发展到用碎石 匕首 钢签等冷兵器相互攻击 并在同年7月 最终演变成了动用各种热兵器的大规模舞动 作为重要军工集体的重庆 以一夜间就拿了一万多发高射炮弹的记录 迅速闻名全国 大家都是在为航空毛主席革命的时候 而且都是48位毛主席 两边一样的口号 但是都不懂撒击 你们那个时候小时候都是很想参加一场战争的是吧 上战场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 那当这个战场就在家门口的时候呢 如果说战场摆在家门口的时候 就要投身于战斗 文革爆发后 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 中学毕业已当上一名警察的何开泰 也响应号召 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这场伟大的革命 并加入了重庆工业学校 隶属反到底派的红颜兵团 1967年7月24日晚 当得知重庆大学815派 抢了武装部的枪支 并准备攻打红颜兵团的消息后 何开泰立刻连夜赶到了工业学校 战斗突然打响 而此时守卫工业学校的200多名学生 只有些棍棒钢签石块等原始武器 和几支射击比赛用的小口琴步枪 为了摸清敌情 何开泰和几名学生登上了防顶侦察 但刚上防顶 815派直迟的死亡 何开泰没有困惧 只有仇恨 他和工业学校的学生们一起开始了还击 微弱的换机只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就彻底停止了 因为担心埋伏 815派不敢贸然攻入大楼 双方陷入了对峙 这时几名军人突然出现 并以制止武斗为名 进入了工艺学校学生坚守的大楼 冲上倒下 楼上楼下 看了一片 有没有去抢救人或人 也没有安抚人或人 看了一片 又出去了 不到四分钟 外面发起了攻击 就冲上来了 而且知道从哪个地方冲上来 哪个地方大楼去上楼 冲上来过后 那些马刀大刀棍棒啊那些 都往那有人头上 乱砍乱打 有的同学也中了蛋 口里 叫里 苦里 都有 815派的武装人员很快攻克大楼 8名工业学校的学生当场被乱枪打死 和开泰和其他200多名学生全部背负 压上我们的手 因为我们的衣服因为是热天 就只穿了一件 就把我们的头包起来了 把眼睛折住了 就往楼下赶 他们就站到那楼梯拐过去 就拿去棍棒啊 就往那人群里头来乱打 你被人蒙上眼睛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那个时候就没考虑啥 反正就是天天有命的 重庆工业学校武斗 工业学校的学生十人被打死 815派死亡两人 在这次冲突中 第一次动用了军用武器 从此 重庆武斗全面升级 很快发展到动用坦克 迫击炮 登陆艇和大小各类轻重武器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被俘后 200多名工业学校的学生被武装押解到重庆大学 而因为警察的身份 何开泰被单独关押 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战俘 当天晚上就提醒我 要我承认我们有机枪 打死了他们的人好多好多人 不是那么回事 我是当然肯定我都跟他们距离里认识 那就是一阵乱打 我打混过去了过后 又用冷水把我交信 又打 当时我浑死过去都是浑死了两三次 我腰椎第十二斤 被他们打成压缩性骨子 每一次提审都遍体鳞伤 奄奄一息 但从小就想当一名英雄的何开泰 就像一个深陷敌人监狱的革命者 面对严刑拷打 始终没有屈服 你在受这一刑的时候 觉得自己是在捍卫一种东西吗 谁 捍卫的是什么呢 就是汉为毛主席革命的陆先生 为的是真理而奋斗嘛 革命英雄主席的教育 你都支配了你 可以为革命势力 去奋斗 去献身 那就是 自身是不顾 为了革命事业 和开泰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让他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没有成为一名烈士 却成为了一个延外历史的战斗 他们死了的人 就送到红达民主府旁边的一排洞子里面 都坐他们停尸的地方 送到那去了过后 就把我押去 去给他们洗尸 过尸 还有他们洗尘的时候 给尸上蚊子 因为天气太热 稍微时间长一点来好 这鲜鱼都多 为了不要鲜鱼 拔在这个尸体上面 就给他们摇蚊子 用膳子把蚊子摇去走 那些尸体是什么样子 尸体其实都是一些年轻人 都是十与五斗当中的 被俘得和开泰 在迪营成为了一个 专门为815五斗死亡人员 洗尸 裹尸 掩埋尸体的战俘 而随着五斗的不断升级 越来越多的不同年龄 不同性别的尸体 被源源不断的送到了他的面前 何开泰与死亡打交道的工作 日益繁忙 有的是在战场上 因为当时他们不能及时 抢救和用会的 是几天以后才运回来 高度腐败的死亡 那个洗臭难闻 而且去给他们洗过 一挨到皮肉就垮下来了 我也学会了一门技术 就是给尸体注射福尔玛林 就是注射福尔玛林 他们有尸体好好盛放 一天要做多少小时这样的事 哪个磁磁都急不轻的 反正最少的一天都是一两宫 尸体一具举运过来 每处理一具尸体 何开泰和其他战俘 都要被迫跪在尸体前 低头向尸体请罪 然后洗尸 裹尸 挖坑下葬 而面对因为战友的牺牲 情绪随时都可能失控的武装人员 死亡对于埋尸的战俘来说 尽是咫尺之咬 一天 一个年轻的俘虏 被押送进了 何开泰洗尸房旁边的一个尸洞 当时那个俘虏 据他们说是对方的机枪手 是交机场的一个工人 当过兵 说在部队上曾经是机枪手 但是在舱里面没有参加任何派遍 被他们抓进来过后 都关在那个洞子里面 新战俘被送进来后不久的一天 一群815派武装人员前来送尸 在听说石洞里 关押着一个敌人的机枪手后 他们立刻群情激愤 我看到他们一个年轻人用撥破枪 因为听说关押是个反倒地的机枪手 都从那个洞子那个舱坑里面 就打了两枪 他们人走了过后 我开头以为打死了 但是后来我听到里面有喊一声 我都去给他送水 看到枪打到他的腿上 血流不止 我就把我的衣服撕成条件 就把那个伤口给他捆住 招了一杯水 回了他 和开太偷偷地帮助受伤的战俘 然而因为没有任何药品 几天后 石洞里就再也没有了声响 这个人就死在里面了 因为死血过多 死在里面了 年轻的生命悄然而逝 没有祭奠 没有墓碑 而不久后的一天深夜 在红卫兵墓挖坑沿外一具尸体时 22岁的何开太 也站在了死亡的面前 就是把尸体放到坑里面过后 还没有填土的时候 就让我站在坑边 好 把你闭了 一清白到一头 会脏 站在坑里前面 我就听到他们拿枪传的声 子弹上堂的声 只有眼睛一闭 去吧 结果发现那个枪 没有向你打的时候 那是什么感觉 那又活一次了 那又活下来了 这个过程的心理波动 会有多大 不存在波动 说实在话 我真的没得波动的 反正就是死就死 对生和死已经很木染了 也不是说木染 只有毒癌 只知毒癌 是吧 也可以说 处在那种环境里面 生命不属于自己了 就是说生命 那个事已经由不得我 当由不得你的时候 就连恐惧都没了 那事实上 没得恐惧了 有啥恐惧吗 何开太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没有重蹈很多战俘的命运 活了下来 而这样的死亡游戏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有多次上研 其中还有一个专门管我的 叫郑子盛的同大的学生 他们外号给他去的 叫郑市长 这是专门管实体的 那个人身上随时都有枪 随时都是用那个枪口对着我的 而且你不老是不老是老子 随时都可以打死你 我那个你打死我好容易嘛 枪在你手上 你要打死我用你的横子 我对他说过这些话 那时候他们想枪毙一个俘虏 就可以枪毙一个俘虏吗 随便可以枪毙 他们可以随便枪毙 枪毙了一个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疑问 在生死之间 触摸着一具又一具 曾经是敌人的尸体 太多的死亡 让曾经无比光荣壮烈的牺牲 慢慢的推去了耀眼的光芒 在年轻的和开态眼里 呈现出了一种不同的颜色 因为想到年纪轻轻的都是些年轻人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学生 死的愿望 当时就这么觉得吗 当时我有这种想法 我如果就是哪一天死了一样 有些愿望 但是也只有如此了 永不得自己再想啥子了 此时的和开态已无谓生死 但这片墓园并没有成为他生命的终点 1967年国庆前夕的一个夜晚 他趁815派进行国庆游行排演 看守松懈之际 逃出了这片死亡之地 他那个用铁条含起的那个窗户 我就把那个铁条搬开了过后 从窗子翻成跑出来了 和开态结束了两个多月的战俘生涯 重获自由 不久武斗结束 人们的生活很快又回到了曾经的轨道 平静地向前流淌 海星消暑了过后 大家又亲出一家了 又恢复了政策的关系 为啥子嘛 就像是一幕荒诞举 曾经相互厮杀的人们化敌为由 而曾经威风凛凛的郑市长 因为在武斗中富有血债 文革后期仅阴差阳错的 成了和开态面前的一名阶下囚 他已经从崇达比利过后 分到新疆 把他抓回来 就关在我们沙区杭州所 有时候我去工作的时候 他们都说 我弄到旁边去整他一顿山 那个当时那个队里 我算了 为什么呢 你对他心里没有恨吗 我恨不应该是对他个人的恨 因为他也是一种受害者 据我所知他家境还不复 他是个农村孩子 当时他是为了真去表现 因为他家里面有点历史问题 他认出你来了吗 他认得出来 他看到我的事他低头嘛 但是我不跟他多说话 三十多年过去 已经很少有人代替起那场特殊的战争了 曾经的光荣与伟大也早已支离破碎 残缺不全 但和开态却无法忘记那些鲜血淋漓的死亡 长久以来一直不断地浮现在他的眼前 直到现在我对死都无所谓 因为我已经躲活了那么多年了 如果当时我死了的话就死了 生死关都过了 还有啥子关不好过 这两个月里你应该是看到了人性里的一些东西 那是一些什么东西呢 看到了人性里的产人 你试图忘了以前的那些东西吗 忘不了 想忘吗 想忘也忘不了 就是在最边缘的一地 就是在前面那个地方 当时挖了坑过后 就叫我们站到坑前面 他们在后面用枪瞄准推枪机 我们面向那个死刃坑 现在站到这来还能想到那一幕吗 就觉得那一幕还历历在目 有一种酸楚 有一种难言的酸楚 你怎么看待死在这儿的这些人呢 埋葬在这儿的这些人 他们都是的冤枉 死的可惜 死的没价值 只不过从李氏的角度来看 他们的莫非的贼人 给他们提供了文革李氏的意义 在重庆 曾有24处掩埋五斗死难人员的墓地 如今只有红卫兵墓 就要完好的保留了下来 在经历了三十多年岁月的侵蚀后 红卫兵墓113座墓碑的碑文 大多已风化脱落 难以辨认 但其中一座墓碑的碑文 却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碑文中写道 血沃中原肥茎草 含宁大地土家华 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 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 最优秀的战士 张光耀 孙玉楼 欧家荣 于志强 唐明瑜 李袁秀 崔佩芬 杨武惠八位列士 在血火交织的八月天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 这八名死难者 都是原重庆二十九中的学生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十七岁 最小的年仅十四岁 在当地朋友的帮助下 我们在重庆临江门 转转找到了八名死难者之一 于志强依然健在的母亲朱孝云 十七岁离难的于志强 是朱孝云老人唯一的儿子 他从小性格腼腆内向 是街坊邻居和老师眼中公认的好玩儿 一会儿长得虎头虎脑的 很可爱的一个孩子是吧 成绩好 成绩好 他平常听您的话吗 听了 听了 他平常听到老师个眼里 一会儿长得虎头 检测 警察 他 кош育 老师 当地人是他的乖 一年进八旬的老人 三十多年来都不敢去红卫兵墓 但老人一直小心地 珍藏着儿子的遗物 他以后要给人报仇的 还是能给我们报仇的 找谁报仇啊 坏人三 别个人不是做坏事找事的 他都为国家搬家 我国家搬家住 那以后把这个打成一个东 这么多年您还是想不通啊 心里 朱孝云十七岁的儿子 并没有参加武斗 但却和七个同学 一起跌血街头 再也没有醒来 陈国英五十四岁 原重庆二十九中学生 他是三十多年前 那一惨案的亲历者 也是唯一的幸存者 女子像他个子挺高的 胖乎乎的 可是那个是他就是一米七几的鸽子 挺魁梧的一个小伙子 当时 这条路口 这条正是一个十字路口 当时我们学校的车 等会好像一天过钟 我们的车子就从那边过来的 把车子就在这儿 原来这个楼是什么楼啊 原来是个两厘头的房子 没那么高 车位就朝那个大门 车头就朝这边 陈国英清楚的记得 1967年8月4日 那个炎热的夏日 阳光灿烂 没有枪炮声的山城 显露出了一种少有的宁静 当时他和余志强等七人 同在二十九中战斗团宣传队的男女同学 坐着一辆解放牌汽车 来到815派的一个指挥部帮着搬家 就像参加一次集体劳动 八个少男少女说笑着 很快就搬完了所有的东西 并在街边买了几只雪糕 我们每人手上正在吃雪糕 那个时候 当时余志强 他坐在前面 他叫我们先上车 或者东西站办完了 我们还是赶快走吧 对吧 好 刚刚话还没说完 枪声就响了 听到枪声以后 我们就全部往车位跑 全部上车了 我们跳上车的时候 嘴里都还拿着雪糕的 八个年轻的学生 逃到了车上 但枪声并没有停止 反而越来越近 越来越密集 好像是六七支枪 就对着我们打 全身在发抖啊 刚才有人 哎呀好疼啊 那个时候可能是已经中弹了 枪声好迷了 那个时候特别迷 给我第一个反应 直接跑掉 不跑掉肯定死的 凭着一种求生的本能 十四岁的陈光一 一跃跳出了车厢 飞速跑进了 数米之外的一个房间 到了里边的以后 他们说哎呀 他里流血了 可能是找枪打了 头发本来我是很长的辫子 头发就是 但是我这个打掉了 手这样都打穿了 都没有感觉 来不及包扎伤口 在两个陌生成年人的帮助下 陈国英翻过了屋后的一道围墙 满身鲜血地逃离了死亡的现场 而留在车上的四个女同学和三个男同学 最终全部跌卸街头 没有一人身宽 我们学校好的同学都去看着 当时就哭了 脑袋全部是看不清楚人 这样子 有些肚子全部打开了 就身上中了很多蛋 中了很多蛋 可以说密密麻麻的 像蜂蜂蜴一样 于是像当时她身上好多孔 好像肚子这些全死 好像肠子全部都出来了 惨剧发生后 陈国英退出了战斗团宣传队 而不久 她就和千千万万的年轻学生一起 上山下乡 走向了那个广阔的天地 18年后 才几乎一无所有的回到了这座城市 朱孝云老人的老伴已经过世 她也患有帕金森等疾病 多年来 一直靠白小摊赚钱 买些廉价的药物为止 因为怕玩回来找不到自己 老人一直住在老房子里 陪伴她的是复仇的信念 和对儿子永久的迁就 她要钱 我的楼上 妈妈没有钱我吗 我没有钱 她我一过 我离过那半边 我整理钱的 拿着后才要一分 整理拿着拿着 她要一个 我这个人还在 过几天 我没求不害 拿着要求不害 妈妈 我没求不害 天快点我记得 我死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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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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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一座荒芜的墓园 一个被无辜枪杀的母亲 一名孤独追凶的复仇者 四十年是什么让仇恨燃烧 让伤痛历久难遇 一座座墓碑 一个个亡灵背后 有着怎样的故事 冷暖人生 复仇者 2005年的夏天 一年过半百的习庆生 再次来到了重庆沙平坝公园的宏卫兵墓 三十多年了 曾经的光荣伟大和赶叫日月换新天的壮志豪情 早已支离破碎 残缺不全 但多年来 习庆生还是一次又一次的来到这里 因为这里埋葬着他的生生母亲 我母亲生于1928年9月24日 她是8月24号被打死的 所以从那以后 每年亲民 我都到这里来 有时候人生不太顺利的时候 到这里来 坐在旁边 以前是疯了的 没有一个人 这块墨地阴森森的 我一个人翻院墙进来 在这待上半天 你两个钟头 我经常来 你去复仇之前来过这儿吗 当然 我这儿跪到跟我母亲办 我要报你 杀不知手不过代天 我要给你报仇 她死的时候 多眼睛往上面翻 她在那一瞬间 可能还 老大还在想 孩子们怎么办 最母亲最牵挂 最不放弃 最下的 我想可能这样 她死死地顶着我 不能说吧 母亲要死之前 她是绝望的 她说 像说有什么出来的眼神 就是能够把孩子 滴滴滴滴带打 在重庆市沙平坝公园的西南角 一道石墙 围着一个很特殊的墓园 这个墓园曾经长久与世隔绝 墓园里有一百三十余座墓碑 共掩埋了五百三十一个人 而其中大约四百余人是死于文革中的武斗 这些死难者都为年轻的工人学生 年龄最大的六十岁 最小的仅仅十四岁 当地人把这里称作是红卫兵墓园 它也是目前中国仅有的保存完好 具有规模的武斗死难者的墓园 长久以来围绕着红卫兵墓园到底是销毁还是保存 一直争议不断 直到2009年的12月15号 重庆市把红卫兵墓园正式的纳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切才尘埃落定 不过就是这样的一座杂草丛生的荒芜之地 这么多年以来 其实始终像是一块活化石 很少有人关注 也鲜少有人踏足 但是对于一个叫习庆生的中年男子来讲 这一片墓园在他的人生当中 却有着非同寻常利益 习庆生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 下过乡当过工人 现在是自由职业者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来介绍自己 他说我不仅仅是这里的一个祭奠者 我还曾经是一个复仇者 1978年5月的一天 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准备 26岁的习庆生开始了复仇行动 今天他要和自己的杀母仇人 做一个最后的了断 我偷了一个车 一个吉普车 穿了一套公安的服装 我就和我弟弟开车去了 我跟我弟弟讲 告诉他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动手 你不能动手 因为我知道 我杀的就我一个人的命 你至少会能保持下来 想到很快就能手刃凶手 告为母亲的载天之灵 习庆生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 行动前 他对行动的每一个细节 都进行了反复的推演 叫下来 他可能不认识我 我就我是公安局的 我们找你了解的情况 然后就把他 弄到车上 开到郊区 然后就跟他讲 你当年杀死了我母亲 今天我要告示你 他才知道 愿意投载有助 当时车上准备了刀和笋子 准备用笋子把它内饰 一切都准备得非常的精心 而且我选择的是在 11点45分 到楼上 我前面去挣扎着 观察着 因为11点45 护士和医生都去打饭 这个时候没有医生 没有护士 只有病院 这一刻 习庆生已等待的太久 十年了 埋葬母亲的红卫兵墓 以杂草丛生 一片肖色 但母亲突然倒下 扑士荒野 依然历历在目 仿佛就在昨天 习庆生 1952年出生在重庆 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父亲是个司机 母亲是名民事工 习家五个儿女 习庆生排行老大 习个人生活非常困难 经常要吃补助的那种家庭 我们在那种生活的时候 我母亲有时候不够 还挖一些野菜 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 有时候悄悄地自己卖学来补贴生活 虽然生活艰难 但这个岂口之家 却有一个在那个年代 让人无比羡慕的出身 一家人对毛主席 对新中国都充满了感激 1966年文革爆发 14岁的习庆生和父亲 马上就义无反顾地 投身到了这场伟大的革命 自己出生很好 是工人的子弟 我父亲说的是 我们祖宗八代都是无产阶级 所以你应该全身心地 投入了这种文化大革命 以你的家境当时应该是 让你觉得很光荣的一件事 当然了 当时很讲这个阶级路线 工人阶级是依靠阶级 所以在那个运动里面 我父亲和我都很得意 毛主席说 你们要把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好像应该对毛主席 这种革命路线要忠诚 他是代表我们 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 大家就拼命地跟着他 他叫我们去死 我们就愿意慷慨地去 风起迎风票 各省振四海 文明的大潮风起云涌 当权派很快被打倒 1967年 造反派又分裂为 势不两立的815 和反到底两大派 双方从相互辩论 拳脚相向 很快发展到用碎石 匕首 钢签等冷兵器相互攻击 并在同年7月 最终演变成了 动用各种热兵器的 大规模武斗 炮声火光爆炸 整个一个城市 全部在战争当中 车顶上架着机枪 车上带着钢盔的很多人 就一队一队地出现大战场 开往前线 很多楼房都叫那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的 那杨家们全部都没有好房子 要不就是光架子 要不就是烧掉的 面对着战火硝烟 习庆生没有恐惧 只有更加炙热的革命好情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时已加入815派的父亲 和一直支持自己 投生革命的母亲 却一反常态地 坚决反对他参加武斗 并到学校 把他强行带回了家中 还愤怒 他死死拉着我皮带 我全就不让我走 一天留着我 一步不离开 还想出去打仗 为什么呢 好像都觉得应该去参加 因为当时我们的这个 宣传的以前的英雄 他都错过了机会 这次终于有机会了 那会儿你想到过 可能会死吗 如果出去 对死我没有畏惧 好像对生命不很 无所谓 不知道死的恐惧 就这样 习庆生成了革命的 一个旁观者 在沮丧和愤猛中 慢慢走进了 那个改变了 他一生的日子 1967年8月中下旬 815派和反到底派 在杨家平地区 爆发大规模激战 习家很快就成了 双方厮杀的前营阵地 动用了坦克 大炮 都往那山上攻击 我们都看到 当时重大的301 一次就打死十几个 我们单位上的一个儿子 在那次战斗中被打死 我们那刚刚是两派的交接点 为了躲避战祸 附近的百姓纷纷逃离家园 武斗爆发后 习庆生的三个弟妹 就转移到了崇刚的亲戚家 家里只有他和一个弟弟陪母亲留守 8月24日上午 习家母亲带着两个儿子 也匆匆地离开了家 汇入了逃难的人群 带着家里的户口 带着家里面可能都带走的 比较稍微重要的 他认为重要的东西 还有另外带着家里的两只老母鸡 抱走老母鸡 就往亲戚家走 因为当时在打仗嘛 都害怕 所以我母亲和我们都有意识的 都穿着白颜色的衣服 我母亲穿着白颜色的汉衫 我也穿着白的背心 我弟弟也是穿着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呢就是让双方的人知道 我们是逃难的老背心 我们不是母斗人员 因为怕了误会 所以我们就这样 拿着包抱着老母鸡 逃难 当时路上逃难的人很多很多 洗脑携诱 背着包 母子三人踏上了逃亡之路 这时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在前方等待他们的 竟是死亡 习庆生清楚的记得 和母亲逃难的那一天 持续了多日的枪炮声 也奇怪的沉寂了下来 他甚至能听到小鸟清脆的叫声 然而午后 当母子三人走到一个叫毛线沟的地方时 灾难却突然降临了 走到一个农村的桥填坎上 突然从刚方向的那个山上朝我们打了一枪 当枪一响 我只知道这 因为因为长期的五度那种环境 我一下条件反射就落到了 只当我感觉从我头上飞过去 这时候第二枪 第二枪一响的同时 我听到了我母亲叫了人啊 我一直扭过头一看 我母亲倒在地上 这个时候我就一下从地上咬起来 扑到我母亲身上 这是他捧着伤口的 我就把手衣拉开 我一看 有一个弹孔 雪的往外面冒 冒泡也在那里翻 另外这边有一个弹孔 我就抱着我母亲 我就叫妈妈妈妈 我母亲就看着我 眼睛往上面翻 看一下也翻一下 这个时候我站起来 把衣服撕掉 我就往那个阵地上 能够捂 就叫不要打不要打 我们是老百姓 逃乱的 习庆生拼命地挥舞着 手中的白晨仪 但回答他的 却是一阵更运气的枪声 枪一响 我又扑到地上 我又顾不到母亲了 我又趴到地上 当时那个子弹打得不到 出出出的声音 子弹打起来 那个站起来都堵的 在我头上身上都有 枪切下来以后 我又跑过去 趴到我母亲身边 用撕下来的衣服去堵伤口 很茫然无处 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死死的去堵伤口 我就抱着我母亲 躺在地上 这是我母亲 可能没气了 那一瞬间 没有眼泪 我就感觉天奔地奠 彻底绝望了 每天梦里都梦 我经常睡到床上 就看到母亲死亡的大栋草 终身不能忘记 太刻骨铭心了 我有时候经常想着他 临死前 那个眼睛往上面翻的时候 我看过一部电影 叫寻找大病瑞恩 我第一次看到以后 就是那个医生被打死 他们被抢救到那个场面 我看完以后 我就流眼泪 我母亲就像那个样 我当时也是那样无措 后来我就 叫我弟弟也去看 我母亲死的时候 我当时也是这样 又急着按伤口 想救活 不知道怎么办 那种茫然 那种无措 就像那个样 我边看着边看着眼泪 怀里抱着母亲 逐渐僵硬变冷的尸体 15岁的少年习庆生 茫然无措地 摊坐在一片荒野之上 脑海里一片空白 后来两个房子之间的农民 躲在那里 就给我喊 小子里小子里快点过来 过来快点爬过来 黑色喊快点过来 后这个时候 我就往前爬 爬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弟弟在海角地 我就找回首给他 我就爬爬爬 大概爬了二十几米 爬到农民的房子 刚刚我们有一群门的房子 对方有哪个机箱 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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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房子 打了个门 我都遗憾 爬进门以后就躺在那个门口 一个石柱子 我和我弟弟两个 这时候全身无力 就连躺在地上的泥都没有 那个时候 还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有一种 有一种仇恨 有一种仇恨已经开始了 一个多小时后 习家两兄弟才离开了农舍 匍匐着穿过两派交战之间的危险地带 徒步走到了崇岗寻找附近 一个三岔路口的地方 突然一哈都看见我父亲 我父亲带着他们手下 几个转捏的军人 正在理发店里全部在剃光头 为什么要剃光头 他们要准备参加舞斗 一哈看到我父亲我就哭起来了 这个时候我流泪了 我就跟我父亲讲 我妈妈被打死 而且就是被巴埃夫打死的 因为枪击地点位于交战双方的火力控制范围之内 白天无法抢远尸体 习庆生只能远远望着曝尸荒野的母亲 有我母亲穿的白衣服 很远的地方看着我母亲躺在那里 而且那个是一个很暴露的一个山脊 山梁上 这个时候我们爬在镇定上看 还看到我母亲的尸体 还躺在那个土地上 那个土地上 直到第二天凌晨 习庆生才带着父亲和他的几个战友 携着夜色的掩护 把母亲的尸体抬了下来 而这时 因为天气炎热 母亲的尸体已经发胀变形 经过简单的处理 很快就被草草埋葬在了红卫兵墓 用妇庐裹尸体 那枪崖着用妇庐来裹 就把尸体用福尔玛林水先洗 洗了以后用白蟲裹尸 裹了以后 让四个妇庐来 把尸体处理好 然后装到一个棺材里面 然后就埋到这里 当时我们来到这里 已经卖了几百个尸体了 我就跟我弟弟 我父亲 我们一到把母亲的尸体 当时就是一个小土堆 这样埋下来的 习庆生感到愤怒 而让他更没有想到的是 杀死母亲的并不是敌人 而是和父亲同属815派的一个战友 他开枪的理由 仅是因为刚刚分到武器 以示激动 于是选中母子三人作为火把 想练练枪法 而因为不是敌人 他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得知真相 习庆生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就像复仇 就像杀死他 母亲的死点燃了15岁少年心中复仇的怒火 而不久 他就看到了也是由恨而生 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 我就亲眼看见 815这边枪毙有两父子 粉着用黑布蒙着眼睛 压起来 儿子可能比我还大 把布给他们解开以后就在那里 自己挖坑 挖挖挖挖挖了以后 那父亲一下子就感觉不对 就跟对方讲 他说这样 你们枪毙我 把我儿子留下 他还年轻 就这个时候 其中一个人 一枪 就先把他的儿子还打死 儿子一打 就栽到了坑里面 这时候我看见那个父亲的眼睛都定了 眼睛就压定了 车过来 马上就把父亲一枪打死 然后用那个 将他们的船 把他们摁下 就这么平平地把他吐回转去 那些人就走了 当时打了以后 我的腿 我两个膝盖 吐得一塌糊涂 红卫兵墓 位于碧山湖畔 解放前呢 曾是开明身世 饶国母的私产 八路军住于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去世之后 饶主动的捐地作为母员 实称八路军办事处公 那个时候周恩来的父亲 邓颖超的母亲 以及13个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人员 都曾经埋葬在这里 后来遗葬了红颜尊 武斗当中 沙平坝趋势八一五派的根据地 因此这个墓地埋葬的几乎都是八一五派 直接参与武斗的成员 只有极少数意外的罹难者 而习庆生 年仅33岁的母亲黄培英 就是其中之一 习庆生告诉我们说 武斗八八之后不久 一句句尸体就不断地从山城的各个地方 运到红卫兵墓 因为尸体太多 又是在那样的一个混乱的状态 所以死者几乎都是合葬的 其中最大的一个墓 没有37个人 分三层掩埋 层与层之间用玉制板来分割 仓皇之间呢 也没有什么墓碑 只是在土堆上插上一块 寫有死者姓名死狼时间的墓块 后来在武斗间隙 死难者所属的单位或者是亲人 才陆续在墓地原址上 修建起了墓碑 习近生说这样的景象一直持续到1968年末 才逐渐结束 因为这个时候革命又有了新的方向 1968年12月22日 毛泽东发出了知识经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在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 随即一场知识经年上山下乡的大潮席卷全国 成千上万的革命小将 纷纷打起背包 走向了那广阔的天地 而习庆生也是这大潮中的一个 那种强大的舆论和社会压制 你同意满意不满意 你都得走 然后就背上自己简单的布盖 一层席子 一层棉税 我还偷了一点书 都到农村去 3月23号吧 在朝天门上床 我们是用的一个大的那个登录艇 装到福林 那我记得有一两千资讯下去 没有人送我 上船了以后 岸上的人在哭 船上的人全部在哭 只有我没有眼泪 我没法哭 有眼泪都流尽了 我就一个人躺到那个武等舱上 看着别人哭 在想 这个船命运帮我带向活发 声枪响 一颗突然飞来的子弹 夺走了母亲的生命 也击碎了一个少年的狂热与激情 母亲的惨死 让出身红五类 积极投身革命的习庆生 第一次对眼前伟大的革命 产生了怀疑 但那时他唯一能想 也是唯一能做的 就是复仇 然而在一片混乱的局势下 直到下乡离开重庆 他也未能找到沙漠的仇人 1969年 习庆生下乡到了农村 在度过了漫长而艰难的岁月之后 才又回到了重庆 成了家 有了自己的孩子 不过生活的磨难 似乎并没有消减 他内心的伤痛和仇恨 而这个时候 已经不再是莽撞少年的习庆生 心里仍抱有巨大的希望 那就是凶手得到严惩 母亲的死 能有一个公正的结论 但是这些在那个时候 他没有能够得到 文革结束之后 他获知沙姆凶手 只是被判了三年徒刑 这时候他彻底愤怒了 三年之后 当他了解到凶手已经出狱 而且在某间医院住院治疗的 确切消息之后 习庆生毫不犹豫地 开始了他复仇的准备 习庆生开始了复仇的准备 而为了不良为家人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和妻子离婚 我当时就想 要搞掉他 这一切都不想要了 太痛苦了 这种仇恨和痛苦 那么无法消遣 干掉他就痛快 哪怕打伤自己的生命 因为我这种仇恨 经验在心里太深了 你将近十年了 哪怕毁掉你原来的 自有的生活 再说不及 我当时有几种想法 有一种想法 就发现对他的不满 就是把他真实以后捆在车上 在大街上拖 满街坑 在最热闹的地方拼命地拖 拖在盖上油盖 然后被公安抓住 还在被乱枪打死 只想把这个事情攻击于整个社会 这种仇恨 没有了 他们都要问是为什么 是因为这个文化大革命 他打死他母亲 这个人没有被追究 他母亲的问题没有说法 他对社会的一种报复 1978年5月的一天 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准备 26岁的习庆生 开始了复仇行动 今天他要和自己的杀母仇人 做一个最后的了断 因为我有一次跑长途到五龙 那个很偏远的一个山区 那老赵鞭穷啊 在那里 开车是开几十公里 没有人的地方 我准备把这个人 弄上车以后 搞死以后 连车带人 送到那个山以后 然后开进火里 那个下去以后 就是万丈深渊 不留下任何证据 这个人在社会上就失踪了 中午11点半 驾驶着急扣车 习庆生和弟弟 来到了仇人所在的医院 进去以后把车挑头 因为我要续续离开了 然后一看没人 我就上楼 这个时候我还是很激动 那病房 一看 没人了 我一看病房没人 我就看几个病房都没有人 这个时候我就看见 医生的桌上 有一座病理 他上午出院了 仇人离奇消失 万般沮丧的习庆生 只能选择离开 而从此 这个人就仿佛 从人间蒸发了一样 再也没有了下落 对于那次精心准备的 刺杀行动 为什么会失败 习庆生一直找不到答案 他怀疑 是父亲通知了凶手 让他离开 但父亲一直对此保持沉默 他可能不想 儿子再打上一条命 用另外一种手段来制止 如果他当面制止 他无法制止我 他知道这种仇恨太深 四十年了 曾经的热血少年 如今已年过花架 一切早已物是人非 但习庆生 还是一次又一次的 来到宏卫兵墓 他说 现实每一天都在变 但有些东西 却永远也无法改变 现在想起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我们至少怀多怀少的 参与 甚至是受蒙蔽也好 或者都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 也做了很多 在别人看来也是非常可恨的 可恶的事 我们也打个走势派 也打个老师 他们又怎么想 每一个人都应该反思那场运动 自己在里面 所担当的是个什么角色 应该承担自己的一种责任 每一个人反思 为什么会参与文革 如果你现在在某一天 可能就在街上 突然碰到了这个姓苏的这个人 你会怎么样 我想你一定还能记得他的脸 永远记得 死了都记得 我想我会使劲地抓住他的胸口 不杀他也得打他这些耳光 告诉你 我对他的仇会永远到死亡 就这样 不一定杀他了 哪怕是个老头 我要打他这耳光 这是最重要的 你永远不会原谅他吗 不 原谅不了 无法原谅 人们在 在走在公园 在这外面是公园 叫沙比巴公园 很多人在这里休闲 唱歌 他们永远 就是偶尔看到这里 有一个一群坟墨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群坟墨 这个时代离他们太遥远了 三十多年 他们可能有些人一记王 有些人也淡淡地记得 但人们就开始不太关心这个事 每一次我都见到这个教育 像见到一个时间穴道一样 进到里头 因为这种感觉 我就看到 你这被打死的 那些被枪毙的 我母亲的死 那些被枪毙的父子 那些躺在大线上的尸体 那些章毫里的尸体 一百条生命啊 我的母亲和他们这些年轻的 同位兵 那些青年学生 他们的生命的价值 就让人们来 还记录这一点历史 这种凝固的历史 这种雕塑的历史 他们的文艺的一点 残诚的价值就在 这是唯一的 他们生命的一点价值 残诚的价值 他们的死亡和价值 对 就得下来 为您播出 东风日产凤凰全球连线